大家好,在这个习近平啊,时隔两年没有在国际上走动以后啊,这次他就参加了G20会议,而且是制高期啊,在这个会议上呢,他也是多方走动,跟各国领导人见面,那么这里头最震惊国际的一件事情呢,就是他在公开场合啊,呛声这个加拿大总理赫鲁多,这一幕啊,现在被国际社会啊,广泛的传播,就是说习近平这个狂妄境啊,在这个会议上啊, 是暴露无遗,那么我想呢,习近平呢,他在这么多领导人面前啊,他可能产生了一种优越感,因为别的领导人呢,你都有选举的压力,你最多干上个两届,你就下台了,但是我习近平呢,我可以永远的干下去,而且我的权力呢,是无限的,从这点上来说呢,他才是像一个真正的领导者,你们这人哪像是这种领导呢,所以我觉得啊,他在二十大上夺权以后啊,就是他登记以后啊,他就是自信满满, 才会在这次G20上呢,表现的这么张狂,有关这个事情呢,现在网上啊,有很多这个传的版本,但是我看了以后呢,都是断章取义的,那么今天呢,我把一篇外媒的这个报道呢,给大家来再来分享一下,实际人家这个媒体呢,把这个前一后果呢,都交代的非常清楚了,大家把这篇报道听完以后啊,你也可以对此事呢,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, 那么我们来看这篇报道吧,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,11月16日,利用在印度尼西亚巴黎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监信,再一次与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简短面谈,但是这一次习近平主要是对特鲁多公开两人,此前谈话内容表达不满, 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,谋取到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,利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会,频频进行外交出席,先后由美国总统乔拜登,法国总统马克龙,澳大利亚总统安东尼阿尔巴尼斯,以及韩国总统尹西悦,举行了正式的双边会晤,他还将在泰国出席亚太金河组织, 非正式领袖会议期间,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会晤,不过习近平在国际会议期间,频频进行笑脸外交的同时,却有意冷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,没有安排与特鲁多举行任何正式会晤, 星期二下午,特鲁多在二十国峰会集团现场,抓住一个时机,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厅内,与习近平简短交流了大约十分钟, 加拿大政府事后发布新闻稿,向媒体透露了这次被习近平称谓私下对话的内容,表示特鲁多在交谈中,就中国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了严重关切, 同时还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,但是中国官方并未就特鲁多与习近平的交谈发布消息, 中国官媒甚至对这次交谈连提都没有提到,星期三下午,同样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现场, 当习近平与特鲁多再次相见时,习近平当面向特鲁多表达了不满,而这一幕还被一位加拿大摄影记者完整拍了下来, 下面呢就是习近平跟特鲁多的这个对话啊,我们来看一下啊,习近平说, 我们交谈的一切都泄露给了报纸去了,不合适呀,习近平对特鲁多说, 而且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,如果有诚心,咱们就应该用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很好的沟通,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,这一段呢是习近平对特鲁多说的, 这个特鲁多呢只在等待翻译的时候呢,还在不住的点头, 针对习近平的抱怨,特鲁多回应说,我希望双方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合作, 在加拿大,我们奉行自由,公开及坦率的对话,特鲁多对习近平说, 而习近平则回应称,创造条件,创造条件, 说完,他与特鲁多握了握手,便静置走开。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,特鲁多当天稍晚向记者表示, 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会很轻松, 我们知道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角色, 而且对世界事物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, 特鲁多说,加拿大需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和直接的交往, 而与此同时,则在对加拿大至关重要的人权和价值问题上提出挑战。 由于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, 多个西方主要国家表现出要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意愿和行动, 有记者问特鲁多,是否在对华关系上感到有一丝孤独感? 特鲁多答复说,在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上,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已有明确的共识, 环球邮报还报道说, 虽然中国外交官在习近平主任期间从上战狼外交,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通常会谨守分寸, 很少会脱稿演出, 但习近平在向特鲁多表达抱怨时, 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幕已经被摄像机拍摄下来, 在他与特鲁多分手离场时, 曾经从摄影机旁经过。 那么这个报道呢, 实际就把他这个事件的前后呀, 就讲得非常清楚了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这个习近平呢, 以前呢, 他只是支持底下的人呢, 搞这个战狼外交, 那么这次呢, 他是亲自演绎了战狼外交呢, 该如何去做, 可以说呀, 他自己呢, 也变成了一个战狼, 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, 最终呢, 会引起这个西方世界的反感, 但是呢, 我们从这一篇报道也能看出来啊, 习近平这次来参加这个G20呀, 确实很多国家呢, 还是在积极的跟这个习近平进行沟通, 那么这种现象呢, 也是大大的增加了习近平的自信呀, 我们要看到啊, 尽管有很多人在骂中共, 但是中共呢, 确实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 他跟这发达国家之间啊, 这个经济参与的活动是非常深的, 那么这几年的这个防控呢, 由于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出现的问题, 实际对这些国家呢, 也是很有影响的, 那么这些总统首相, 也可以说是这些国家资本的代言人嘛, 那么他们过来表达的意愿呢, 实际也代表着他所代表的资本的意愿, 所以呢, 从这个来看啊, 想依靠国际社会把中共弄倒, 这个还有一个很长的道路要走呀, 你看这个记者也问这个特鲁多嘛, 你这次被中共冷落, 你是不是觉得很孤单, 对不对, 就可以说在这个基尔零会上, 习近平跟这个总统见面, 跟那个首相见面, 就是不跟特鲁多见面, 对不对, 他就是故意冷落特鲁多, 因为我想啊, 按照习近平那个小肚鸡肠呢, 他肯定是对孟晚舟那个事件呀, 耿耿语环, 而且最近呢, 加拿大呢, 又抓了一个这个中共间谍, 也是搞得中共很没有面子, 所以这次在这个基尔零会议上呀, 习近平呢, 是直接自己表演了一个战狼, 给这个特鲁多呢, 办了一个难堪, 当然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呢, 也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啊, 对待中共这样一个怪异的政党, 他们还是要跳出这种传统的思维, 假如说任由中共做大做强, 那么将来吃苦头的呢, 还是这些民主自由的国家, 好吧, 有关这个事情呢, 我们就聊到这, 感谢大家观看,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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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